步步高点读机哪里不会点哪里 2009年,八岁的高军宇参与步步高点读机的广告拍摄 俏皮的话语,甜美的笑容 借着这支点读机的广告,高军宇火遍全国 也因此,她被称为点读机女孩 如今,据她成名已经过去13年了 她又在做什么呢? 本期《罪人物记》就带大家走进高军宇的成长之路 2001年,高军宇出生于广东广州 父母是普通的上班族 高军宇是家里唯一的孩子 所以,父母对她寄予厚望 在高军宇三岁的时候 母亲就买来十字卡,教她认字 三岁半的时候,高军宇进入幼儿园 因为性格活泼,很多孩子喜欢和她一起玩 高军宇拍的第一支广告是在四岁多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导演来幼儿园挑选小朋友拍广告 在众多的孩子里,她一眼相中了高军宇 因为高军宇太显眼了 在一群怯生生的小孩里面 只有她笑眯眯地看着导演 没有丝毫地害怕 所以导演的人选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是高军宇人生中的第一支广告 是关于牙膏的,赚了五百块钱 虽然因为种种原因广告并没有放出来 但她却开启高军宇漫长的广告之路 对于女儿拍广告的事情 高军宇的父母并不反对 在他们看来,这也是一种锻炼孩子的途径 这之后,高军宇几乎每周都要拍广告 等到八岁的时候,她已经拍了一百多条 虽然在拍摄,但她并没有忽视学习 因为拍广告都是利用休息时间拍的 在此期间,她会带着作业,会带着家教 也因此,她的成绩名列前茅 2009年,八岁的高军宇 参与步步高点读机的广告拍摄 俏皮的话语,甜美的笑容 借着这支点读机的广告 高军宇火遍全国 也因此,她被称为点读机女孩 这个称呼几乎成为她的标志 高军宇火了 与广告邀遇而来的是众多的影视剧拍摄 她接到的第一个拍摄是江山主演的《树风流人物》 江山想要高军宇出演自己角色的女儿 可是,高姆却替女儿拒绝了 因为拍摄周期太长了,不利于学习 直到2010年初,高军宇才有机会接触演戏 因为这时放寒假 这年1月,她出演了罗家英出演的电影《老虎都要嫁》 这年暑假,她参演了文俊叶伟明指导的功夫片 《李小龙,我的兄弟》 不过,父母并不赞成高军宇成为演员 不同于拍广告 影视剧的拍摄会耽误学习 之后,她很少出现在电视上 也因此,她在人们的视野中销声匿迹 等到上初中的时候 高军宇几乎将所有的时间用在学习上 虽然有名人光环 但她的生活和普通学生一样 为了学习熬夜 为了成绩的提升焦虑 此时,她的梦想是 考上电影学院成为一名导演 2013年11月 有网友发布了高军宇此时的照片 一头利落的短发 有黑的皮肤 一样的美眼 一样的笑容 正如四年前的点读机女孩 这是正上出众的高军宇 2015年6月底 正是高考出成绩的时候 有网友在网上爆料 内容是 当初点读机女孩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只有403分 很快,这条消息被打架 有知情人称 高军宇现在才14岁 只是一名初二学生 还没到高考的时候呢 2016年7月 高军宇在社交平台上 公布了中考成绩 一共7颗 总分727分 每科的等级都是A 通过成绩单可以看出 他是一个得志体美 全面发展的优等生 2016年8月 高军宇进入广州市 乐秀区执行中学 进入人才积极的高中 他依然很努力 此时 他也有了真正喜欢的领域 那就是播音主持 高军宇虽然喜欢演戏 但在他看来 自己并不适合在演艺圈发展 他对自己有着精准的认知和定位 他说演戏方面 我不是专业的 而且我也不是属于大美女类型的 所以即使进入演艺圈 也不会友好的发展 之后在老师的推荐下 他站在各种各样的舞台上 主持各种各样的节目 他也在长久的锻炼中 主持技能得到飞速的提升 高三那年 高军宇去北京 参加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校考 最终 他成功通过此次校考 2019年6月 高军宇走进了高考的考场 两天过去了 面对父母的询问 他胸有成竹地点点头 6月9号 高军宇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三年的学习资料 整整三落书籍 每落都有一米六 6月底 广东高考放榜 高军宇第一时间 查到自己的成绩 总分568分 超过本科线113分 此时 他已经跨进 中国传媒大学的校门 9月初 高军宇进入中国传媒大学 进入梦想的学校 他愈加努力 大学期间 他的成绩全班第一 雅思7.0 并且多次获得奖学金 除了学习 他还会参加学校活动 锻炼自己 2019年底 高军宇参加了 杨帆主持的《越战越勇》 这事实隔多年 他第一次参加综艺节目 有点紧张 但更多的却是激动 站在舞台上 高军宇回顾 幼时拍广告的事情 以及初二遭受的 那场网络暴力 不仅如此 他还演唱了小幸运 歌声悠扬 让主持人不禁发出感叹 高军宇 你唱得太好了 不当歌手 真是太可惜了 2022年3月 北京举办冬季残奥会 高军宇也成为 其中一员 他是一名开幕式的 引导员 不过 拥有这个身份 却是不容易的 当时在残奥会的前夕 要进行专门的训练 而在这个过程中 还存在着淘汰机制 对于高军宇而言 每一次的排练 都是选拔 幸运的是 通过四个月的训练 他成功走到最后 这中间有泪水 有汗水 2022年7月25号 高军宇受邀参加 尼格迈提主持的 开门大吉 节目中 他提起自己的梦想 那就是获得 五千块的梦想基金 购置一套 好点的主播服 在现场嘉宾的期待中 高军宇成功猜到歌名 获得五千基金 节目最后 高军宇说 初中之前 他很抗拒 点读机女孩的标签 但是现在 他和这个称号和解了 他会带着他越走越远 他感谢这段经历 因为所有经历 都成就了最好的自己 2022年9月28号 高军宇在社交平台上发言 中国传媒大学 再续续三年 随后 一个词条冲上热搜 点读机女孩 宝言中传 高军宇宝言的班级 是国际传播白养班 能够进入这个班级的学生 都是各个学院的学霸 而此次宝言 波音学院仅有高军宇一人 进入该班级的学生 总共有21个 不过研究生阶段的学习 对高军宇而言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他本科期间 读的是波音主持专业 但是宝言学习的 却是传播学的 国际传播方向 这是全新的领域 但是高军宇却充满信心 他说 这是我感兴趣的专业 我喜欢挑战新的东西 也希望他可以培养 我的国际事业 提及未来 高军宇说 他并没有决定 要当主持人或是艺人 或是其他性质的工作 但总的来说 还是选择传媒相关的 感谢观看 哦 谢谢观看